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退下 小语 你搞得过瘾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虽然这场赌局最后赢的人是我 可你已经得知你刚才询问的答案了 你应该觉得庆幸 不过 你的那座雪落山庄是我的了 是吗 你为何如此确信你赢了 二哥可是毫发无伤 哦 是吗 哎呀 可惜了 这是我藏得最好的一颗棋子 本想让他最后的 什么 二哥是个聪明的人 但他有个缺点 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 他最信任的那个人 带着他走向了绝路 别动 小禅侠 自小便心肠毒辣 所有的皇子都不喜欢他 唯有人后的二哥愿意跟他说话 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以为萧锦霞 因为萧崇而改变 可其实 这条毒蝎 根本就是我藏在二哥身边的 萧楚河 你败了 这个 救我 我败了吗 我败了 我们走 要追吗 大局为重吧 去看看二哥 小神医 小神医 怎么样 那是什么 唐门暗器 金灵液 这就是大师兄 离开许越城的时候 送给你的 此巫名叫三寸之地 是唐门少有的防御暗器 有人熟睡之时 有敌方来袭 此物便自动展开 却敌人性命于片刻之间